今天跟老铁分享一下 YAMAHA NBX155 技能钥匙全丢的一个匹配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准备一台 900Pro的带WiFi版的一个检测仪 然后需要一个技能钥匙的编程器 它的编号是K-020 然后还有YAMAHA12帧的细配器 客户把SCU也寄过来 这个是12帧的 然后SCU需要把它拆开 我这边已经提前把这三根数据线已经连好了 如果说你们要匹配车机的 这个数据线怎么接的可以跟我联系 全丢嘛 全丢的话呢 我这边还要准备一根全新的钥匙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钥匙 然后下部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把检测仪跟编程器 跟SCU给它正确连接 然后做一个匹配的一个操作 编程器 编程器 编程器这边DB DB25的和检测这边 正确连起来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YAMAHA的这个适配线 然后跟编程器的这边连好吧 这个防盗核解 三根数据线已经连好了 这里还有一个 跟这个防盗核连了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适配器 把它连好了 那么 连好结果呢 跟着我下部就可以 进行 独确ID 跟做 钥匙匹配啊 好 检测仪啊 以编程器正确连接啊 那编程器的 以YAMAHA的适配线正确连接啊 那这个是YAMAHA的防盗核解啊 三根数据线正确连接 然后呢 SCU的那个12灯插头也也连接好了 然后我这边需要给 从编程器这边呢 给它供电了 我这边有个server的电源啊 从编程器这个给它上电了 好 那么上电之后 我的检测仪就正确通电 然后呢 我下部我就可以 正确读取它的 钥匙ID 和 用这个ID进行一个钥匙的一个 全球匹配啊 检测仪上电之后啊 我这边就选择啊 钥匙编程啊 钥匙编程啊 第一个啊 YAMAHA 我们按OK键啊 YAMAHA的SCU的分两种啊 12帧的 它是NVX155和 那个 Genius啊 还有一个SCU18帧的 那个是Tmax的 我们今天这个SCU的是一个 12帧的 12帧的SCU啊 我们选择菜单01啊 按OK键油啊 好 我们先读取啊 我们先01先读取钥匙的ID啊 好 那我们这边啊 提示啊 使用 定计线素啊 我们已经正确连接了 我们就直接按确认就好了 好 那这边读到一个钥匙的一个ID啊 322243啊 我们用手机把它拍下来啊 或者用一张级啊 把它写下来啊 那我这边已经把这个ID写下来啊 跟着我一会就用这个ID啊 进行这个钥匙匹配啊 那么我们在匹配之前啊 那这个先退出来 那么退出来之后呢 我要把啊 我要把钥匙盒啊 那 钥匙盒这里有三根数据线啊 我要先把它先 先拔开先啊 那先先拔开先拔开 先拔开之后呢才能 进行那个钥匙匹配的啊 先先拔开了 我把三根数据线 拔开之后啊 那么我下部我才能注册全新钥匙啊 我们已经将防盗和解的三根数据线 已经拔掉啊 拔掉之后 我们就选择菜单05啊 注册全新钥匙啊 我们用钥匙ID啊 按OK啊 这边提系有定计线数啊 按OK就可以了 那这个提系啊 第一个我已经有获取一个钥匙ID啊 第二个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全新钥匙啊 跟着它一气只能注册一个钥匙啊 如果说你要注册两个钥匙 你就把这个过程重新再做一会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有再用的钥匙 你你再用的钥匙 你我这边三美元啊 免得你免得两个钥匙 那个信号造成干扰啊 我们就按确定啊 好了 我们看看钥匙啊 我按一下啊 按下了 这个这个灯叫快闪了 就说明是OK的啊 然后我按确定啊 然后我按确定啊 好 输密码啊 输密码啊 3 2 2 2 3 3 2 3 4 3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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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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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这个亮红灯啊 就要按一下这个这个遥控器啊 灭了 然后散两下啊 好 这个已经提系注册完成啊 我们按确定啊 确定我们测析下这个钥匙是否正常啊 那我们这里有个菜单06测析钥匙和SU是否匹配 我们按ok啊 根据提示啊 用定计线素 好 我们开启遥控器 对啊 对这个快散了 然后呢 长按遥控器 直到他下面的红灯快散 嗯 那哈 那这个就这个就快散了 那么你们按确定 钥匙的车辆匹配正常的啊 也就说 这个这个防盗盒跟这个钥匙装车能用啊 这个是全新钥匙啊 然后呢 然后这个是一个新的防盗盒 装车就能用啊 如果说啊 老铁对这个羊盘的钥匙匹配有什么疑问啊 请与我这边联系啊 谢谢 对 谢谢 对 谢谢 对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